你敢信就这些糖豆至少值一亿三千万美金吗 这个镜头在刘德华的新片里只是一闪而过 却让我印象极深 刘德华饰演的林振安是一名风度翩翩儒雅随和的精英律师 可这一切不过是伪装 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代号为老板的大毒枭 在他的手里毒品早已不是简单的白面那么简单 而是被精心包装成色彩缤纷的糖果 这一幕刚好呼应了主题曲 难为正邪定分界MV里的糖果世界 极其诱人却也极其致命 而刘德华与林子祥饰演的天使与魔鬼 也正如林振安的双面人生 前者光芒万丈 后者满身秀石 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应该还能记得 这首主题曲曾出现过三次 一次是林振安还不知道修浩的卧底身份 修浩也不确定林振安是否是毒枭 两人依旧是最好的朋友 歌曲里满是怀旧的氛围 第二次两人都已知晓对方身份 正邪不两立 过往15年的兄弟情谊从此一刀两断 而最后一次主题曲自动播放 如同一双无形的手触动了命运的开关 一代毒枭的人生会将引来落幕 不仅如此 电影名也很有意思 前行说的不仅是林振安还有修浩 扎上辫子他是最好的青道夫 放下头发 他是隐藏最深的卧底警察 还有被修浩亲手杀死的阿南 他一直都没有机会穿上那身制服 可他的所作所为早已对得起那身制服 对于阿南 导演给他设计了个看似很不起眼的东西 眼镜 你注意过没有 当他戴上眼镜时他就是伪装的毒贩 而当他摘下眼镜 他就变回了卧底警察 在曹叔肺虎的那一晚 阿南的眼镜掉在地上被人踩碎 这也预示了他最后的命运 身份暴露被虐杀致死 而对于林振安 导演也有额外的设计 每次杀人 他要么毒秒 要么转灯 因为指针走过的滴答声 像给了心脏的跳动 转灯看似有些难以理解 但他实际上对应的是一句俗语 人死于人 林振安努力维持着自己优雅的人设 以至于他不愿意切手沾染鲜血 所以就有了遥控坠楼这一幕 防护间 我们似乎看到了22年前上映的那部无间道 但不同的是 那时的陈永仁转过身才看到黄色坠楼的模样 而林振安自始至终都没回过头 那时的陈永仁转过身